夏天到了,空调是很多人离不开的,不过关于空调,今天依然存在相当多的误区和谣言,这期科技参考,我就为你一一解读。 如果夏天家里有老人,和空调有关的矛盾误解就很容易出现,比如说,宝宝还这么小,怎么能吹空调呢?开电扇吧,那个是自然风。 再比如,吹空调容易感冒,年轻吹空调,老了关节而言就会找上门。 再比如说,吹空调会造成面瘫,这些说法呢,想必你都听说过。 简单的说啊,如果一定要给不开空调找一个理由的话,也就只有三点站得住脚。 第一啊,就是太冷了,因为温度开得太低了。 第二呢,就是空调已经多年没洗了,不卫生。 第三呢,就是没有钱交电费了。 下面咱们具体来说说。 首先,我们不能苛责老年人,他们不让开空调,其实有身体因素。 也有心理因素,我们先说身体因素。 在生理上,老年人就是比年轻人更容易觉得冷。 因为老年人的血液循环不如年轻人好。 六七十岁以后,大多会有心血管疾病。 血管堵塞的程度或轻或重。 毛细血管的健康度也不及年轻人。 而血液除了运输营养和氧气之外, 还相当于一套水暖系统, 把37度左右的液体输往全身各处。 老年人的毛细血管状况更差, 于是肢体的末端,也就是手脚的温度本来就更低。 还有一些老人可能是几十年的烟民, 而烟里有很多成分都有收缩血管的作用。 而且糖尿病在老年人身上也是高发的。 以上这两个因素都让他们的血液循环状况更差。 此外,人过了40岁之后, 肌肉量也会开始减少。 这个状况到了70岁就更严重了。 70岁左右的老年人, 是比年轻时期巅峰状态少一半左右的肌肉。 而肌肉消耗的能量是比较高的, 比如像那些职业健身的运动员, 身体的基础代谢会比普通人高一大截。 我们知道, 人体消耗的能量最终都会以热的形式散发出来, 而老年人比自己年轻的时候缺少了那么多肌肉, 于是也更容易冷。 其次, 人老了之后, 甲状腺功能下降, 而甲状腺的功能比喻起来, 有一点像生命活力是否旺盛的催化剂。 如果甲状腺素低于正常值, 头发少, 皮肤干, 容易累, 甚至怀孕也怀不上。 如果发生在幼儿时期, 孩子的身高体重智商都会严重受损。 而如果甲状腺素高于正常值呢, 那些人眼球突出眼眶, 容易暴怒, 容易热, 精力旺盛, 而老年阶段正好是甲状腺功能下滑的阶段。 说了这么多, 就是想让你切身的体会到, 老年人怕冷, 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冷。 当我们开空调觉得温度合适的时候, 有些老人可能已经冻的要穿毛衣了。 当然, 这里面也有心理因素, 那就是未寒怕冷。 在古代文化里, 寒冷和疾病贫穷饥饿往往密切相关, 而中国人普遍摆脱疾病贫穷饿, 还是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事情。 所以, 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, 对老年人来说是很难去除的。 当你了解了老年人的身体跟心理因素, 也就更深的了解, 他们为什么大夏天不要开空调了。 但实际上最近几年, 全球越来越热, 城市热倒效应也越来越明显, 已经不是30年前夏天那种, 32摄氏度就已经算是难得的高温的那种状况了。 空调不但能让环境温度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, 还可以降低过分潮湿的空气湿度, 尤其在闷热的夜晚, 能让孩子睡一个安稳觉, 不起肺子, 不长湿疹。 而睡眠良好又是抵抗力最大的保证, 让孩子生病也少。 美国儿科协会公布的《防止婴儿猝死》的指南里还专门写着, 推荐家长在闷热的夏天给环境降低温度, 这可以有效降低婴儿猝死。 我们并不是要把孩子养在温室里, 夏天的时候他依然可以按照生活规律去外面踢球, 玩沙子, 玩得浑身大汗, 晒得满脸通红, 但起码让孩子在家的时候能有一个清新凉爽舒服的环境。 接下来就是怎么才能用好空调。 第一点就是不要直吹, 因为空调在制冷的时候, 虽然遥控器面板上显示的温度18到28, 但实际上那个数字只是最后温度平衡的时候的室内温度。 如果你感兴趣, 可以用温度计贴近出风口侧一侧, 当你开到最低温度18摄氏度的时候, 如果空调正常工作, 出风口的温度应该是不足10摄氏度的, 比如说我家就是6摄氏度。 这种低温的风直吹谁也顶不住, 更别提家里的宝宝了, 所以为了能让出风口的低温空气 跟室内高温空气充分的混合, 我们需要用电扇辅助, 摇头扇也好, 塔式扇也好, 顺着冷风的方向让电扇对着墙吹, 这样会让冷风沿着墙快速均匀的分布在全屋。 而且有电扇配合的情况下, 屋子里由于冷空气更均匀, 还有微微的风吹过, 会让人觉得比单纯开空调更凉快, 本来需要设定20度才够, 在有电扇的情况下设置24度可能就够了。 另一点就是, 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开窗通风, 而这个是很多节约用电的人最忌讳的, 他们认为开空调的时候要把门窗都关延, 窗帘也拉上, 避免热量流失, 避免玻璃的温室效应造成更多的耗电。 这个当然没错, 但保持室内空气清新也没有错啊, 所以这两个方法应该结合着用, 比如说每天开窗通风2-3次, 每次10分钟, 哪怕这10分钟里空调正在运行也没有关系, 这几十分钟多耗的电和酷熟力, 一天10-15个小时的空调运软时间比起来, 并不会增加多少耗电量, 如果一定要估算一个值的话, 可能会增加千分之五的电费, 但换来的是室内的空气清新, 非常值得。 还有呢就是空调要清洗, 去年我曾经介绍过相关的内容, 今年再多补充一些, 空调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, 原因就在于空气中有漂浮的细菌包子, 而空调出风口的温度变化在几摄氏度到三四十摄氏度之间, 于是就非常容易凝结水珠, 而包子在水里就会繁殖, 所以出风口非常容易滋生细菌, 再加上空调的滤网又是多孔结构, 更容易附着细菌, 很多空调一开, 屋子里就泛满了酸味, 就和细菌在上面代谢乳酸有关系, 中国疾控中心曾经公布过一个调查, 测试了六十多个城市家用空调, 菌落符合室内环境标准的只有百分之六, 其中菌落在散热片上是最集中的, 最脏的一家超过了标准值的四十多倍, 这个时候开空调就相当于打开了一个细菌喷射器, 有些家庭也确实出现了一开空调, 人鼻子就不舒服, 嗓子疼, 眼睛发炎的情况, 关了空调再开窗通风就没有事了, 这也是导致很多人拒绝开空调的原因, 而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清洗空调来解决, 空调说明书里也有清洗的步骤, 不过我这里要强调的是, 自己清洗的效果非常差, 和专业清洗相比, 如果专业清洗的效果是一百分的话, 自己清洗最多只能达到二十分的效果, 通常连十分可能也达不到, 专业清洗空调的方法是拆下空调的塑料外壳, 然后套上一个和空调外壳形状一样的防水罩, 罩子下侧还有一个漏斗形的水槽, 保证清洗的时候不会有水漏下去, 师傅会通过高温高压的蒸汽水枪, 喷射整个空调的散热片, 挤变下来, 所有的细菌跟灰尘全都被杀死了, 你只要看看从罩子下面倒出的水和脏东西就知道, 如果是自己手洗, 就算把滤网洗得再干净也没有用, 绝大部分脏东西都藏在散热片里呢, 不用高压蒸汽是出不来的, 而且清洗还要包含室外机, 师傅需要爬到窗户外面, 同样也是用高压蒸汽喷射室外机的散热片和风扇, 我想绝大部分家庭的空调, 从买来到报废都没有清洗过室外机, 室外机清洗之后, 冷热空气交换起来效率更高, 制冷效果也有提升, 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说, 我的屋子里用的是一台八年的海尔空调, 中间自己用手洗过几次, 但这个夏天只要打开, 屋子里就满是酸味, 而且还要开到最低16摄氏度, 制冷效果才可以接受, 我以为空调大限已到, 为了节约呢, 计划先给它深度清洗一下看看, 如果再不行就马上换掉了, 结果清洗完室内机、 室外机又补充了4.5个大气压的制冷剂之后, 现在运行了一个月, 空调开启25摄氏度的制冷效果, 跟之前开16度是一样的, 而且哪怕开25摄氏度, 也依然没有酸味, 室外机哗啦啦的噪音也没有了, 所以我决定, 今年9月份的时候再洗一次, 然后套上防尘罩, 明年夏天继续用, 这里呢, 我给你分享一下清洗空调中的雷区, 虽然刚才说了, 正确的深度清洗效果非常好, 但是这个行业里坑蒙拐骗也非常严重, 比如, 有些人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卸掉一个零架, 告诉你电路板故障, 需要整体更换700块, 不修的话呢, 这个空调指定是没法继续用了, 修呢, 就必须得认栽, 经过相当久的对比, 我发现, 可靠程度最高的, 还是在厂家官网上预约的维修跟清洗, 当然, 厂家跟厂家之间的售后水平肯定是有差距的, 也许还不小呢, 但仅就我试过的海尔官网的空调清洗来看, 是比较让人放心的, 师傅上门带的设备上都印着官方的logo, 师傅带着价目表, 清洗完毕之后, 售后公司跟海尔官方都会分别打电话回访, 让你对服务打分, 维修也有发票, 如果纯粹对比价格的话, 官方的维修价格比自己在家政APP上找到的要明显的高一块, 但那些家政APP上的报价其实全都是虚假, 真的上门之后, 收费绝对远高于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些数字, 有的时候本来是清洗, 结果被迫改成了清洗, 维修和换价, 费用已经接近一台新空调了, 最后我也说说实际上一台空调深度清洗的开销, 借于我在北京的价格来说, 室内机120块钱, 室外机100块钱, 高空作业费50块钱, 供你参考。 希望这篇科技参考能帮你有一个清洁凉爽的夏天。